嗨歌劇店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利用假日呢 禮拜六的下午 我們要來 再看一下我們這顆酪梨 牙街酪梨它長果的樣子 我們把一個 袋子拿下來看一下 哇 酪梨已經蠻漂亮了 它現在已經感染 跟一個感染一樣大 感染一樣大的一個酪梨 很漂亮這樣應該已經確定 它可以著果了 那在這段期間 它掉了非常多的果實 那現在樹上留下的 果實大約有 差不多有30顆吧 剩下差不多30顆 那這顆酪梨呢它是屬於 A型花的酪梨 A型花酪梨那當初呢我們 一直要想辦法讓它能夠 結果率高一點 所以我們就找了 一些其他的酪梨 來這邊做一個 甲質 讓它看可不可以交互塑粉 那結果我們觀察下來 兩株呢 原來有三株 三株的酪梨它也都是屬於A型花 所以對交叉塑粉這件事情 幫助並不大 可是因為它是A型花酪梨 所以它自花塑粉的機率也蠻高的 所以它還是可以自 還是可以自花塑粉 還是可以有結果 來我們看一下剛剛的這一顆 應該算蠻漂亮的喔 算蠻漂亮的 但是我們今天呢 要幫它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幫它做個梅人 在它大約 4公尺的地方 我們要挖掉一顆土芒果 這顆土芒果原來是有嫁接 那個愛文芒果的 但是因為嫁接 本來已經成功了啦 但是因為照顧的不好 後來又從嫁接的地方死掉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把這顆土芒果挖掉 挖到袋子裡面 那這個位置呢 我們要幫它種一顆B型花的酪梨 這顆B型花是我們 也是我們之前用牙接的方式做的酪梨 那今年第一次開花 我們很確信它是B型花的酪梨 所以呢 把這一顆酪梨呢 要種在這邊 跟那一顆A型花酪梨呢 幫它們做個梅人 那期待明年呢 萊花的時候 可以呢 提高它的產量 包括A型花的那顆植株 和這顆B型花的植株 都可以提高它的佐果率 那我們現在畫面就先暫停 我們先來挖這顆芒果 嗨 我們現在這個 原來這個芒果已經挖掉 那我們原來這個植株呢 我們剛剛觀察一下 底下沒有一些什麼病害 應該沒有什麼斧根 什麼沒有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在這個地方 幫這顆B型花酪梨 把它地質在這邊 那因為我們之前用的是美織袋 美織袋透水透氣 很方便 而且呢又便宜 所以我們在 做地質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這美織袋割破 因為也不會覺得 也不會覺得浪費 因為畢竟還算蠻便宜的 所以我們割破之後 就把整個土團呢 就可以拿起來 那待會我們就要把這顆B型花 酪梨種在這個位置 好我們現在把這整個 酪梨拿到位置來 酪梨呢它是算蠻淺根性的一個植物啦 然後酪梨又比較怕水 它比較怕淹水 所以我們也沒辦法幫它種的太深 正常的話我們在做 田間酪梨的種子的時候 我們會用枸杞 然後會放在 把它種在那個 榮杞的地方 不要讓它在 太低的地方 然後一般酪梨的話 隔壁如果有水田在耕種的話 其實並不是一個 理想的一個環境 所以通常酪梨我們會種在 旱田的地方 酪梨怕水怕淹水 那大致就是這個位置 那我們繼續來施作 好我們成功的把鎂植袋給移除掉了 那現在就在它旁邊去做附土的動作 我們一般這個新種的這種 地質的那個植栽啦 我們一開始種植之後呢 在大約三到六個月 然後我們盡量不要去施肥 或者是不要 千萬不要施化肥啦 那如果要施有機肥也是 非常非常的謹慎小心 因為剛種下去地質 因為我們 將它的鎂植袋拔除掉的時候 會有一些受傷 你看它這個根 有些黏在這鎂植袋上面 那我們拉掉的話 會有個傷害了 所以這時候我們種植下去 如果 又給它施肥的話 又給它施肥的話 恐怕會比較 對它會有傷害 那我們在旁邊 把原來的土再把它附上去 那稍微要把它壓緊實一點 稍微壓緊實一點 那我們地質之後呢 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澆水要澆透 澆透讓它裡面的那個泥土 都能夠充分的吸水 讓裡面的水分夠 那接下來呢 就照一般我們的照顧 每天或者是兩天 澆水一次 但是不要讓它泡水 那未來這顆酪梨 如果再長高一點之後 我們最好呢 在它的周圍 讓它土能夠高 比別人還高一點 讓它不至於在它的周圍這邊淹水 但是因為它還小 所以有時候 還是必須要有一點水分 所以我們還是會讓它稍微 凹一點點 凹一點點 好 今天我們這顆B型花酪梨呢 地質呢 完全是為了這顆A型花酪梨 而準備的 希望呢 明年呢 能夠產更多的酪梨 讓我們可以全家人都可以享用 酪梨是非常好的水果 營養成分非常高 好大致就是這樣子 我們今天 酪梨地質的分享 就到這邊 那喜歡我們影片 或者想要觀察這顆酪梨 明年度 到底有沒有辦法 完成它的任路 那再請接續的 關注我們之後的報導 今天就這樣子了 拜拜